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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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啊 如果是很小的时候来看我 那三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可以做molding 就是做一个模型一样的东西 对就可以模型变耳朵的形状 如果大一点来看我那就需要做一个手术 哦 可是如果做耳朵的 如果做小一点的时候就来看你 那就等于做一个molding的话 对 它的耳朵形状是等于说可以重新复健跟调整 对 让它长得变得正常一点 对 所以如果早一点去照整形医师的话 对 其实耳朵的形状是可以慢慢用 调整的 矫正的方式 对 让它变正常的 对 因为那个小的时候软骨比较软就可以去调 对 OK 那过了几岁以后才需要做手术 过了一岁就需要手术 一岁就要做手术了 对 需要一岁以下来看我才能做这种 才能做这种矫正的东西就对 对 刚刚讲到一开始就讲到所谓的吐唇 其实在过去几年好像觉得吐唇没有那么普及 但是近几年来因为很多的社会公益团体 都希望大家捐款去帮助一些 比较偏远地区吐唇的孩子们 才发现说 哎呦 吐唇的状况 其实好像蛮普遍的 对 是蛮普遍的 因为在美国一千个孩子有一个会有 可是在亚洲人 一千个就会有 一千个人会有两个 所以亚洲人是更多 对 OK 那在美国是吐唇的情况 您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是不是一生下来发现有吐唇 就会开始给他 就等于马上去做手术了 是马上要来看我们的诊型外科 因为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喂这个孩子 因为那个额裂就有问题 吃奶瓶 吃奶瓶的时候 那做手术是不是也是 越早做越好 也不是说越早 差不多三个月到六个月是最好的 因为太小去做麻醉是不太好 不安全 要等他们大一点壮一点 所以就是差不多三到六个月 来做事 比较合适 而且最理想的时间点就对了 对 OK 刚刚讲到说 亚洲人一千个就会有两个 可能有吐唇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 基因的问题 是 是 所以亚洲人的基因就相对比较容易 就是比较多 对 OK 但是在亚洲对于治疗吐唇 好像还是不是那么的普遍 普及对不对 对 因为要有专业的医生 才会做这种手术 那如果吐唇 像你讲到小朋友吐唇的时候 他可能奶瓶是不好使用的 对 还会影响到一些什么 如果真的进一步去做治疗 可能觉得那个吐唇没有太严重 对 他事实上对他的生活 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真正的影响是自信 自信 对 对 还有说话 因为那个嘴唇说话就很难的 他的使用就比较不方便了 对 OK 如果我们做一个吐唇的这样子的 一个修复的手术 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差不多45分钟 就解决了 对 OK 所以不需要 那耳朵呢 我们刚刚讲到耳朵 如果要做重诊的手术 也要多长的时间 大概一到两个钟头就做了 OK 所以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手术就对了 我说手术大概是蛮复杂 可是可以做的蛮快 OK 手术都不复杂的啦 对 基本上它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 就对了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会去做这个所谓的小儿枕型专科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小孩就 他说怎么说 Deserve 一个chance Deserve 可以给他们修复 这个重新来过的机会就对了 所以你就觉得去做了这个小儿枕型专科 小儿枕型专科 跟我们一般的大人的枕型专科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那个疤痕要很仔细的缝 缝的时候就是有眼镜 Magnifying Glass 对 要做特别的那个所谓放大镜 放大镜 对 因为缝的时候就要很仔细 你有一点不对 那就会看得出来 因为他们很小以后长大 那疤痕不整齐就看得出来 所以基本上要更仔细就对了 那当然可能服务的项目 可能也比较不一样 因为可能对于小儿来讲 他可能都是比较是所谓的矫正啦 可能是所谓的修复啦 就是一些可能天生的缺陷 像你一开始讲的 需要有医生来做一个专业的 我们在Chinese 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些 可以去照顾这样子的小朋友的需要 对 我们专门就是给小朋友做的 所以那个Facility通通都是给孩子的 OK 但我们在设备上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不一样 针对孩子 还是基本上设备是一样的 设备就是 对孩子说不会这么害怕 对对对 因为走进去有很多玩具 又可以画图 整个的环境 对 环境就是给小朋友 很多东西给他们玩 对 今天谢谢姚医师来到节目中 就让我们了解说原来小儿整形 它有它特别在市场上 值得大家注意跟需要的地方 谢谢姚医师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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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到